这些宝石包啊之类的 改名单居然也要钱 这些都是一些套路 要让我们赶紧升到4级 这边开启一个零售的召唤 我会点一下屏幕才有移走啊 这边有一些预定好的招数 那这么说人物就是一个主要的输出 然后后期的话再加一个宠物 这边就直接扭蛋扭到一只C级的固定的宠 这边普通的召唤肯定召唤不出东西 要稀有的 这个肯定是有几率 看一下火灵兽这边 又有一个星级和麒麟 然后又有机能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肯定 这个确实是 东西比较多 都是一些 山海经里面有的 知名的一些 怪物啊 但这些都是需要你去花钱得到的 不花钱还想变强 那是不存在的 啥子 这根本在里面有的 是处理的 曹美 这5集又开了一个天道 或者一些碎片 好吧 又是这种极碎片的套路 看它的技能 可以键升级 这是一个普通的技能树 还有修炼可以点 不过大家就帮牌才能点修炼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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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关系 手游一样 可以召唤伙伴 然后免费的每周都有免费的一些 英雄 可以当伙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